已經整個魂都覺得快不見了 對 就整個人其實一直在抖 講起當時情形 蘇小姐仍然心有餘悸 原本好端端的到停車場拿東西 沒想到卻意外受傷 當時這個小姐就是站在 這個縫隙裡面 來朝車上裡面拿東西 但沒想到這個時候 機械車尾卻突然朝欄杆方向 靠近插點夾到她的腳 當時其實我想到 我想要跳到車上 可是因為我們家車上 也有小朋友的安全座椅 所以我根本也沒有地方 可以上車了 所以當我想要上車 也來不及 想要跳下來 跳到欄杆方 我也來不及 人士驚險逃脫 卻不慎弄傷腳踝 車門的把手也裂開 蘇小姐說她當場放聲尖叫 但最傻眼的是 工作人員完全沒有發現 我出來其實工作人員 一句道歉都沒有 我們是跟她講說 因為我們不曉得 你也沒智慧我們 其實在機械車位 因為人為操作不當 導致人車損傷的案例還不少 像是這位倒霉的車主 他停好車後開了車門 人都還沒下車 管理員就按下啟動鈕 上方的車位直接下降 瞬間把他的車門壓壞 一般來說 機械車位都有安全裝置 只要人員一靠近 就會發出聲音提醒 另外如果撞到東西 機械也會自動停止 人一跨過警線進去 那個車體本身的話 他就會停止 雖然有防待裝置 但駕駛自保必須提高警覺 最好在取車前 主動告知管理員 免得一個疏失 造成難以收拾的後果 機械連小旗公寓的 鎮景城台中採訪報導